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罗伯特·库尔茨班创作的《人人都是伪君子》 这本书颠覆了我们对人类大脑原有的理解 解释了人脑的模块化结构非但没有创造出连贯的自我意识反而可能会导致混乱与冲突 揭秘了人类知行不一、自相矛盾、自我欺骗等复杂行为背后隐藏的简单道理 大脑的虚伪特性 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人类的本真天性 一贯的矛盾性 何为伪君子 当你开party时吼你,结果自己却整晚放着大声的音乐扰民的邻居 还是为了在选举中得到更多选票而洋装拥护绿色价值 上任之后就全然漠视环保的政治家 接下来的章节将带你了解进化心理学领域的一些最新发现 研究表明,即便我们心里是真诚的 但我们的大脑里可能都是天生就住着伪君子 听完这本书你会明白,为什么你的脑袋像一部装满了各种APP的智能手机 为什么钉玩枪比烤面包机更好用 为什么经历了一场鲁莽的交通事故之后 你还是相信自己是一名好司机 我们的大脑本质上是一个通过进化形成的信息处理器 没有什么事物比人类大脑更有趣且更为神秘的了 我们是怎么拥有这样一个既能谱写交响乐 又能规划大都市 还能推测平行宇宙的器官呢 有人认为人类大脑的设计一定是某个神灵所为 然而进化心理学给我们另外一种解释 即人类大脑并非是神灵的产物 而是一个生物信息处理器 就像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一样 人脑通过运行程序来完成特定的任务 不同的是 人脑这台机器是由神经元而不是硅芯片构成的 大脑中的电脉充沿着神经元进行高速运转 当然 我们的大脑也并非一开始就这样发达 就像计算机 经过从需要占满整个房间的体积 到超薄到可以放入手提包的过程 人脑也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了巨大的进化 你一定知道达尔文的物竞天则理论吧 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 生物具有基因 这些基因以自身特征形式表达出来 比如长颈鹿的脖子以及人类复杂的大脑 这些不同的特征让生物体得以适应环境 拥有比如寻找食物 建造房屋以及在社区内生存的能力 而不具备这些特征的生物 相较而言就不太容易生存下来 正是这个过程塑造了我们大脑的复杂性 简而言之 我们拥有今天的大脑结构 是我们的祖先经历重重困难和挑战的结果 那么人脑究竟是如何构成的呢 哲学家可能会告诉你 人类拥有理性的头脑 简单而独特的自我 以及比较连贯的信念 实则不然 进化学给了我们一种不同的思维 为了更好地了解人类大脑 我们首先思考一下它最初的作用 简单的工具 专业工具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简单 但有的时候却也是得其反 你会用钉丸枪去烤面包吗 你不会用这一种野生的方式 开启新的一天吧 你一定会去用烤面包机 因为这是一个常识 并且更加人性化 当你要完成一件特定的事情时 不管是做早餐还是解方程式 你都会使用专门的工具来完成 专业化设备是我们为了更加行之有效地 完成特定任务所设计出的装置 烤面包机就是专门为烤面包而设计的 它的槽刚好适合放进一片面包 机器本身是隔热的 以确保烘烤过程中没有热度的流失 百分比计算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它结合了专门的编程设计 让你能够更快速地计算出百分比 诸如此类的专业化工具 可以让我们花最少的力气 时间和成本 以最大的效率完成某件特定的任务 假设你现在正在野营 需要烤吐司和烧开水 但是你就只带了面包 这时候也许你可以用丁丸枪来解决 或者你需要解决一些三角学的方程式 这时候百分比计算器就派不上用场了 你需要一个能完成多项任务的设备来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遗憾的是 真正高效且用途多的工具很难找到 因为这样的工具能处理的问题不能太泛泛 同时也不能太具体 如何才能做到两全其美呢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张 人脑通过灵活组合专门的工具或模块 来管理复杂的任务 让我们回到地球最近的冰河时代 剑齿虎四处游荡 作为早期人类 你是一个生存主义者 现在你饿了 但老虎更饿 在这种情况下 你是希望自己拥有更加强大的势力 来帮你发现远处的劣势者 还是希望自己拥有超强的导航技能 以迅速找到一条逃跑路线呢 你最好两样都有 为了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下来 我们的祖先需要一个能够灵活处理 一系列特殊任务的大脑 它们不仅需要能够从远处注意到老虎的存在 还需要在大脑中对周遭环境搭建一个地图 这样当捕食者靠近时 它们就可以跑到丛林里 以拖延时间 那么人脑究竟是如何既专业又灵活的呢 想想你的智能手机 你很可能下载了不少应用的程序 但你的这部手机是专业工具吗 不是 由于它拥有数十种功能 所以手机是一个多功能的工具 既有专门的应用程序 又支持程序间随意切换 智能手机就是一个人脑的简洁的类比 模块化可以描述这个功能多而灵活的系统 我们的大脑是由专门处理特定任务的模块组成的 比如识别面孔 通过将模块捆绑在一起 大脑可以连续甚至同时执行不同的任务 并能始终在不同的任务组之间切换 你既不是大脑模块化体系的管理者 也不是有意识的观察者 我们似乎很容易相信 人类的思维是以清晰的我的概念为中心的 这个自我就像是思维的管理者或监督者 如果我们考虑大脑的模块化 这个概念是说得通的对吗 因为必须有一件东西来监管大脑的专用程序或模块 以保证一切正常运转 实则不然 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大脑模块的管理者 这一点很容易解释 任何事物的管理者都需要拥有一个大脑 如果你的大脑是管理者 那么你的大脑本身也需要有一个管理他的大脑 而这个大脑也有模块 而模块又需要一个管理者 管理者又需要一个大脑 以此类推我们就陷入了死循环 所以说没有一个高级模块管理你大脑中的所有其他模块 这些模块都是自动协同工作的 那么如何解释意识呢 当然有些模块是有意识的 如果你认为那些有意识的模块似乎是模块管理者 那么你又错了 很多无意识模块在处理任务的时候 有意识模块是并不知道的 更不可能管理他们 这就是为什么 有的时候我们会不明所以地喜爱或憎恶一些东西 比如 你非常安全地坐在一把椅子上 面前有一个大的围栏 但你还真的特别害怕从楼上掉下去 比如 你可能喜欢一首流星曲 虽然你知道这首歌写得很烂 总而言之 你大脑中的模块并没有一个管理者 相反 你就是那些模块 大脑中的不同模块产生冲突时 你会感到困惑 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火柴和小汽车 考虑那些小汽车的动作会帮助你理解 大脑模块是如何相互工作的 控制论专家 瓦罗蒂诺 布莱腾贝格在20世纪80年代 使用了小型车辆的概念 作为一项深刻的思想试验的基础 这项试验揭示了模块化大脑的功能挑战 即使只有两个模块 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正在讨论车辆有一些有趣的特征 它有一个带热传感器的小马达 可以让它远离热的物体 它还有一个光传感器 使它可以向光源移动 现在 让我们把这些特征分别称为 闭热模块和寻光模块 当然 这只是一个简单例子 但是 即使如此简单的模块之间 也会产生冲突 思考一下 我们的车辆 是应该驶向火源呢 还是远离火源呢 这就是模块化系统的本质 专业模块的范围和数量 增加了冲突和混乱的可能性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亲身体验 不知道是接过第二块蛋糕 还是为了减肥拒绝掉 这代表了寻求及时满足的大脑模块 和专注于长远离异的大脑模块之间的冲突 促使你避免对抗的模块之间 会产生进一步的冲突 而其他模块会迫使你坚持自己的立场 那些负责慷慨行为的模块 与负责自私行为的模块之间 甚至也是发生了冲突 就是这样 我们的模块化大脑 很好地适应了应对生活中复杂的挑战 除了偶尔会困惑以及犹豫不决 你的大脑倾向于 让你认为自己比真实的自己更快 更聪明 更有天分 你觉得自己是一名优秀的司机吗 是不是比马路上其他的司机技术更好 不止你一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研究发现 绝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的开车技术超过平均水平 但实际上 不可能人人都超过平均水平 既然如此 为什么我们都认为自己是比较特殊的呢 其实是大脑中的模块在作祟 当我们把自己和其他人做比较时 大脑中的一些模块会高估自己的表现 许多心理学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在这些研究当中 参与者们被问到 自己在多个领域当中与普通水平的人 相比来说 自己所处的位置 这些领域包括智力 运动能力 领导力等 所有参与者都把自己排到了平均水平以上 即使是那些开车撞到了进屋之后 伤到自己的司机 事后也坚持认为自己开车水平一流 除了高估了天赋之外 我们大脑的一些模块 还会高估我们对特定情况的掌控能力 社会学家詹姆斯·亨斯林 研究了一群喜欢赌博的出租车司机 他发现 这些原本务实的人坚信 对骰子小声低语 或者格外用力的制骰子 会让他们制出更高的数字 但也有一些模块 鼓励我们通过既定现状中的事实 来进行现实性的思考 与那些出租车司机迷信的行为相比 这种模块所驱使的行为要正常一些 而人类对于不准确或者误导性判断的倾向 在大脑中起着核心作用 但这些非理性的特征 是怎么让我们的祖先存活下来的呢 过度自信是一种进化优势 因为通过展示价值 我们可以留在群体当中 到底为什么大脑中的一些模块 会让人们过于看得起自己 我们由此产生的错误判断 是否能够让自己身陷危机 比如我们是否可能在黑暗的街道上超速行驶 甚至酒驾 会的 但是我们这种特征的产生是有原因的 很大程度上它与他人对你的看法有关 如果你相信自己身上有很多点 比如聪明 高效 忠诚 你身边的人很可能会这样看你 举个例子 一个人认为 可能是错误地认为 自己非常善于解决问题 他自信的态度反映了自己的一言一行当中 遇到困难时 他可能会明确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当有人找他排友解难时 他充满了信心 因为充满自信 他在解决问题时不会拖延 因此 他周围的人就会认为他非常优秀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自我高估的能力和特征是进化来的 人类之间通过相互依靠来生存 我们越是被他认为有价值 我们越可能被一个群体所接受 而群体的力量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不受捕食者的伤害 我们可以一起寻找食物 搭建房屋 更重要的是 这种特征甚至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更好的潜在伴侣 增加我们繁衍后代的几率 大脑中的过度自信模块在社会环境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让我们激发他人的信心 提高我们的社会地位 让所有人都能够更好的生活 爱和生存 虚伪来源于模块间失败的链接 以及对于交配的进化焦虑 除了过度自信 人类还有一个特征 也是由进化而来 那就是虚伪 有两种虚伪 第一种是我们做了一些自己告诉别人不对的行为 第二种是我们让他人相信我们出于道德原因 谴责某种行为 而实际上我们仅仅是因为自身利益的原因 虽然没有人愿意被贴上伪君子的标签 但有时候你就是难以自控地表现出伪君子的样子 这是为什么呢 诚然还是大脑模块结构的原因 那些操纵我们去评价他人行为 或谴责一个出轨朋友的模块 与我们评价自身行为 可能是出轨自己的恋人的模块 可能并非同一个模块 因为大脑模块十分复杂 有些模块之间并不互相关联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意识不到自己是伪君子 如何解释伪善呢 你批评了一个做了诸如出轨行为的人 但实际上你只是嫉妒对方 因为自己没有同样的机会 这种行为可能听起来很荒唐 但从进化的角度来讲 这是我们祖先的正确的思维方式 归根结底 人类在为自己竞争配偶 一个人的配偶越多 给另一个人可供选择的配偶就越少 后者繁衍后代的机会就越少 因此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 我们更喜欢和自己同性的人 过亦夫亦妻制的生活 我们对滥交的道德谴责 仅仅是对这种偏好的表现 随着对模块化思维弱点的进一步理解 我们更好地意识到了 有时候表面上理性的行为 可能只是本能的反应 而这一点 有助于我们的大脑继续进化 并适应21世纪的挑战 人脑不是建立在一个连贯 有意识的自我基础之上的 而是由一堆模块所构成 每个模块都有特定的功能 正是这种模块化的系统 使人类能够在一个 有众多捕食者的环境中 生存下来 而这样一个系统 也正是人们反复无常 迷茫甚至虚伪的原因 更好的意识人脑运作的方式 是确保我们持续应对 新的挑战的关键 好了 今天的人人都是伪君子 就读到这里